这个我今天说了一个 说了一个 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华盛顿这个DC的 这个关于推企图推翻大选 结果这个刑事案 定于明年3月4号开庭 华川粉 马嘎粉 酷辣 他们的川建国 重新建一个美国 其实好多人说 我们不是重新建国 我们不是要推翻美国政府 我们是要回归到 我们200年前的国父 建立的那个政府 那就是黑人没有权利 女人没有权利 回归传统 原教旨 他们认为基督教才是 美国的国教 你们的川建国 是不是 不是最无辜的吗 最勇敢的吗 最无私的吗 最廉洁的吗 最反共的吗 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吗 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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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吗 而且他都有 潘多拉盒子 本来这个上上个礼拜一 这个要公布的 就是他拍完大头照以后说 我有一个可行性研究报告 已经准备了两年八个月 我可以把那个稿子一念 全宇宙 全人类 全地球的国家 都会 那个沼泽地的鳄鱼 都会灰飞烟灭 因为我的那个重磅的报告 只要一念出来 拜登完蛋了 民主党完蛋了 所有都完蛋了 就马嘎们统领世界了 这不跟郭文贵说的 潘多拉一样的吗 我就劝他们 川普那么无辜 那么有力量 那么勇敢 那就早点上庭了 上完庭了 给川普一个干干净净的脑袋 干干净净的脸 让他上庭 而且是直播 知道一下川普 什么个嘴脸 证据打在他脸上以后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到底川普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用司法去鉴定 司法的天平 怎么样的去看这个 川普和他的那些邪恶轴心 干的事 让川普向全世界证明 他是一个守法的 爱国的 所谓的保守的一个共和党人 否则他被定罪 被剥夺竞选资格后 马赶们又在 你们再疯狂 也无济一事 无助一事 无济一事